有见于许多弱势家庭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收入累减 孩童的教育费用也成了不小的负担 春雨文教基金会今年再次发起用爱翻转助学方案 邀请在地企业共筹措到124万元 捐赠给大度区的国中国小奖助学金共86万4千元 剩余的款项也将捐给弱势家庭度过难关 请取奖学金能够激励孩童奋发向上 学业进步 送上大红包希望帮助更多小朋友学习无负担 有鉴于许多弱势家庭受到疫情影响而收入瑞减 孩童的教育费用也成了不小的负担 春雨文教基金会今年再度发起用爱翻转助学方案 捐赠给大度区国中国小奖助学金 有更多的小朋友因为疫情 所以造成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不佳 那所以今年的这个需要大家帮助的小朋友又更多了 所以我们今年总共帮助了200多位小朋友 总共发出去的这个助学奖金 大概是有86万左右 那很感谢这么多的企业愿意帮忙 我相信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小朋友学习的这个逆境当中 有这么多的企业家愿意伸出援手 愿意给这些小朋友温暖 其实可以点燃他们心中的一把火 春雨文教基金会投入帮助弱势孩子的行列 去年募集40多万元 共帮助了100多位孩子 今年受疫情影响 许多家人经济出现问题 决定邀请更多企业家加入 总共募集124万元 其中86万4千元将协助大渡区288名国中小学生 其余金额则是捐赠给受疫情影响的家庭 很感谢春雨基金会 他们春风话雨可是却点燃了孩子教育的火 虽然我们拿到了小孩子3000块的奖学金 其实对他们而言可以用来买书包 然后买他们旧的运动服或者旧的制服 甚至于可以来缴他们安亲班的钱 有些时候甚至于是他的旧的文具 教育是从小扎根 所以说就结合了企业一些企业人士 来共享盛举参与了这个盛会 那也谢谢春雨基金会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让我们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的情况下 来回馈社会 接受捐赠的各国中小校长都表示 感谢有这么多企业家愿意站出来共享盛举 捐助奖学金来给孩子鼓励 感谢在地热心企业家的贡献 让孩童能够心无旁骛的学习 谢谢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